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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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干嘛 如果抢老公就是一种幸福 我宁愿一辈子都没老公 这是洋酒 这是洋酒 小冬 听莫姨的话 有照一日啊 莫姨希望你 管我叫妈 莫莉啊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我说的是真话 有你这么恬不知耻的 当着人家妈妈的面 对人家孩子说这种话吗 我跟刘大为结婚了 我们是一家人 我当然是小冬的妈 就是继母也是妈 哎呀 不要再吵了 今天是跟小冬过生日 不是坐在一块吵架的 都少说两句吧 小姐啊 买单了 妈 晚上我们还有晚自习 我和小冬先走了 妈 去吧 别耽误上课 去吧 丫头 小冬 你还没吃吗 给你买蛋糕呢 我不吃了 您自个儿吃吧 这是您的账单 请过目 哎 怎么三万多啊 您开始订的 就是按最低标准两万 后来又加了许多菜 还有XO 那也不能这么宰我们呀 我们这是五星级酒店 一切收费都是按照五星级标准来的 如果说您有意见 您可以投诉我们 好了好了 那么没礼貌 拿来的 来 谢谢 欢迎莫老板下次光临 我的天风啊 我说我买单吧 你偏要买 我给你面子你不要 好 老薇 咱们走吧 你说这个生日 小冬这个生日 全让茉莉给搅了 天一 你也别生气了 你也看出来 他们都是这故意这么做的呀 天风 我的意思是 咱们重新给小冬过生日 对 他们家人啊 我们一个也不叫 柯美娜 赶快给小冬打电话 好 好 就是这儿了 他们经常在这儿玩的 小冬 你妈来了 你妈来了 小冬 你们来这儿干嘛呀 听妈一句劝 这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啊 那哪种地方才是我应该去的 你现在会堕落的 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知道 我要的是自由 好 别再罢了 你知道我们关心吗 但是这种关心让我窒息 你知道吗 我发死你了 小冬 你妈是为了你好 我不去呀 什么孩子你呀 小冬 小冬这样你怎么不骂他呢 我怎么这么骂他呢 犯什么病啊 这就万里说的开放了 是不是 这就万里说的万里有了 是不是 不是 这是什么环境的天堂啊 小冬 今天怎么那么好啊 你约我出来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什么事儿你说吧 我特别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是你一直陪我度过了那一段 最艰难最压抑的日子 你的那首诗一直在鼓励着我 可是 你在说什么 你不要再说了 你听我说完 你是我的初恋 是我最深最深的初恋 但是我必须选择离开你 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可以恨我骂我打我 我都不会怪你 你可以把我当成这个世界上 最坏的人都可以 是我对不起你 你的后面 你不愿意 我让你回来 你不愿意 我是你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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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啊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弄点水喝 小冬怎么样 高了 胖了 那他这是 你问他呀 有一会儿输心的时候吗 得赚钱 我就是得赚钱 你听听 就这一句话 到过一路了 我看着小冬的抑郁症好了 他妈该抑郁了 我说什么 我就是想赶快把儿子的健康权夺回来 我要自己挣钱 我儿子出国出去 我在挣钱 我靠我的能力挣钱 我卖力挣钱 天方 先喝点水吧 不喝 不如我看的茉莉还有什么皱面 钱怎么着了 钱能够一切 我还不信这个邪了我 天方 我正想跟你说说 咱那包子铺的事呢 包子铺 对呀 我这还有包子铺呢 包子铺也能挣钱 包子铺 怎么样了最近 包子铺生意怎么样 生意是不错 不过 不过什么 咱们快干不下去了 为什么 咱们这儿属于拆迁 附近邻居告诉我了 照白脸钱就定了 咱们让人给骗了 快点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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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正要找你呢 怎么着 交房租啊 找什么急啊 交房租 你还有脸说呀 我问你 这房子是不是要动签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太不像话了 你半年前就知道 这房子要动签了 你跟我们怎么说的 你跟我们说三年五年 这房子动签不了 你这不是骗子吗你啊 打听着了啊 那你们早干嘛来着 租房子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好好地 打听打听呢 也好告诉我 让我知道知道 你这个人太缺德了你 我怎么缺德了 你心里明明白白的 我怎么缺德了 我们装修花多少钱 你跟我说不着 我跟你说不着 是不是 你得陪我 你找你们田厂长说去 找谁谁 你跟我说不着 站住 找谁 找你们田厂长 找我 我负责 谁找你 我跟你谈不着 站住 干嘛 你要干什么 你要今天不把钱给我 我跟你没完 你跟我说 我跟你说不着 我带你个回来 站住 我告诉你 你站住 说说 说说你这脾气 别说我啊 正在火头上呢 谁别说我 行行行 不说 我就不信 你干嘛去 大房 都没有人 有人吗 屋里有人 大妈 您这房是要出租是吧 对 一个月四百块钱 这几间房这是 这是北房两间 南房一间 你想租吗 小您说的不租 我大老远的跑出来干嘛呀 现在呀是看房的人多 想租的人少 你做什么生意呀 我包包子 那你就别看了 为什么呀 我呀就讨厌 什么炸油饼啊 包包子的 这生意不大吧 把我这个院弄得 乌七八糟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这儿不租那儿不租的 别着急 再找找 也是 按咱们要求 那找的地方是不容易 实在又找不着地方 算了不干了 别呀 别用意拆迁 就办多少费呀 那不成 不就是包子铺吗 这哪开不行 我看哪 要不然咱上丹宁开去 还能照顾我闺女和你儿子 对呀 哪儿不能开呀 咱搬 明天就搬 咱还不给鬼子留下东西了 你不租我们 我们不租来 自立 这袋桌鱼板弄什么的 你那儿能放得下吗 没问题 下午用三车车 几趟就拉完了 就这一把钥匙 想配啊 出门右边就是 好 谢谢 就这房一月四百啊 知足吧 这可是二环边上 有事你们找我 我就在那边西北院里住 好嘞 行 谢谢啊 不客气 就他吧 累死我了 行 这儿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行 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儿子了 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 要见小冬 那是有代价的 小冬现在在茉莉那儿 被那个狐狸精灌的 花天酒地的 没钱 能行吗 你说 咱们做完房子 再买完过碗瓢盆 这手里就不剩什么钱了 你要是没钱 他能认你这个娘吗 我知道 所以我得玩命干呢 我得让儿子知道 什么事就得努力 他妈不是没本事 我肯定能干过茉莉 你信吗 我当然信了 你是我心中的偶像 你可不能让我这粉丝失望 我也想好了 我要不弄出点名堂了呀 我也不见我闺女去 这你也学我 那当然了 偶像做啥我学啥呀 咱明天 咱今天就去找 找铺面行不行 走 走吧 走 正 走 滚 cuando 嘴 hay 怎么着 晚上能吃饱面面吧 累死 你说现在这些人呢 真是眼大肚子小 也不看看自己那地界 那门脸 还嫌咱买卖不够大 那蒸包子买卖还不大 我说你脾气急 你还不服气 今天找不着 明天再找呗 这样 明天分头找 还能快点 就是 我就不信了 我这腰 妈妈 请我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你想吃什么 小冬 怎么不叫妈妈呀 妈 大美呀 你看小冬 像个女孩一样 想玩 算了吧你 小冬啊 今天妈妈带你们去一家新开的上海餐馆 那家苏美鱼做的非常好吃 谢谢妈妈 我既爱听小冬叫妈妈 偏心眼 我把ffe情感 老鸣 我既爱不 Xavier 好好慣 我喜欢你 偿 偿 骂 寄 alors 骂 你傻死了 我来教你 送给你的礼物 快看看 PSP2000 妈妈 你真贴心 什么贴心啊 什么少了你了 看看喜欢吗 谢谢妈 最喜欢小冬最甜 面来了 快吃吧 你先吃吧 我吃不下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呢 你自己先吃吧 我出去走走 这些衣服都挺好看的 尤其是颜色 特别的雅致 这是今年的新款 我自己随便逛逛吧 好 姐姐啊 这孩子就是孩子啊 送那点小礼物 我高兴得不得了 看你这得意的样子 天方的假清高 不好使 小心他来跟你决斗 来呀 斗吧 我怕什么 他要真敢来 我真对他不客气 我保证 让他在他原老公面前 丢尽脸面 灰头土脸的 我让他逃回老家去 我说亲爱的姐姐呀 你就适可而止吧 这该抢的你也就抢到手了 这该放的你也得放啊 我不放 我就是要跟他玩下去 我是看出来的 您呢 有心理变态的潜质 是不是你家汪正义 被人家抢走之后 你说刺激了 非得从别人那儿也抢一个 据为己有 然后就疯狂地报复 是吗 好了好了 别胡说了 我就是想让他得到点教训 教他一个做人的道理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小冬啊 一会儿妈妈带你们去一家新开的上海餐馆 那的松眉鱼做得很好 谢谢妈妈 我既爱听小冬叫妈妈 我家里做了 你吃什么呀 你怎么又睡不着了 嗯 吃早饭药 哎呀 这还做下病的 妈 柯敏 你怎么来了呀 妈就是想你了 来看看你 神兵天将啊 走 我请你吃饭去 饭就不吃了 妈呀 就是想你 就是要来看看你 那中午也得吃饭呀 走吧 行 柯敏啊 别跟你甜意说 我来看你来了 为什么呀 也不为什么 别跟他说 行行行 我呀是搞不懂 你们这老姐俩了 走吧 妈可想你了 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你在里头啊 看半天了 我就听见啊 再降着再降着 再降我这房等于 白给你得了 就这路段 这房子 你一个月没有五千块钱 绝对拿不下来 这四千五啊 算是便宜一点 一分也不能讲 咱们再商量商量呗 不行不行 走吧 走走走 我跟你说啊 你别在这儿给我抄抄 你抄抄也没用 这是学习要决定的 工期就这么长 你别给我提什么 工期不工期的 什么劲干什么活 你一问二十也不是不知道 那么多的剥裂 你让我二十天完成 谁也完成不了 我一个月以前 你就跟你说了 二十天必须完成 你现在还上十来天了 你说完不成了 完不成你接什么活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不是骗子吗 趁火打劫 你才是骗子呢 告诉你啊 必须给我涨钱 要不然这活没法干 好 你真的不干是吧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学校和你们保健公司啊 完全地可以自由地 自动地结束活动 你 可敏 刚才妈听你说 那个保健公司药价太高 那找个药价低的 不就把它顶了吗 你没看刚才炒成那样 这公司要是不干了呀 我看我们的新教学楼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呢 这活就这么难做 也不是 主要是学校呀 它不肯出钱 然后要求还特别高 你想想 谁愿意跟这种单位合作呀 那你帮妈问问 怎么才能跟学校合作 妈想把这活揽下来 妈 你想干保洁 咋了 不是 这干保洁呀 他得有一个公司 您不能一个人干呀 这你就不用管了 只要这活揽下来 妈那儿有大把大把的人 你帮妈问问 行 我看呀这事 可能得去问问 那个护勤科的科长 回头呀 我问问我们老师 怎么联系他们 那吃完饭就给妈问 那妈吃饱了 得 我也吃饱了 那走 我现在就给您问去啊 走 大爷 呦 是你啊 嗯 哎 瞧这鸡 你是谁家家长的呢 刘晓东 哦对对对 你上次找过刘晓东呢 对对对 那个 我给他买了点东西 先放您这儿一会儿能交给他 搁这儿吧 没事 哎 要不你再等等 他和同学打了扭去了 没准啊 一会儿就回来 不等了 不等了 谢谢您啊 没事 慢走啊 哎 喂 晓东 我又上学 晓东 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给你买了点吃的 我那儿还多着呢 您自己吃吧 哎呀 我都拿来了 吃不了跟同学一块吃 啊 您先回去吧 我有空回来看你 啊 我还有课 我先回去了 再帖了 你们留意 我先帖了 我先帖了 我一定会给你 我先帖了 我先帖了 你先帖子 sdsdj 刚才找你那女人是谁呀 我们家保姆 是吗 小冬 小冬 你女朋友找你来了 谁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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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妈 饿了吧 走 我们吃日本料理去 好 吃完了 我们死了 走 这个呀 是我们家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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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哦 啊 啊 啊 这是她的电话 这是她的地址 黄科长的 虚号楼 对 其实不远 就在那边 我带你们过去吧 好好 不用了 那个我们自己去就行了 谢谢你啊 你赶快回去上课吧 那 那我就先走了阿姨 阿姨再见 再见 在哪儿啊 在那边 那快走 快快快 人家帮了那么大的忙 你把人撵走了 我还没问她叫什么名呢 袁野 袁猴子袁 也猴子野 我们学校读研的 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看这小孩对你不错 妈 您是不是看谁都像你女婿 你咋能这么说你妈呢 小冬最近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们俩没联系 你烦不烦呀 我不知道 你看 可敏娜 妈是过来的人 妈能看明白 我觉得这个圆什么野呀 比小冬对你好 你说小冬现在什么样了 你知不知道 让那个茉莉狐狸精给惯的 都没个样了 连她亲妈都不认了 这样的人你说你老店 这她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 妈 咱能不能不说这个了 您好 您需要点点什么 要来换酒 酒 要什么样的呢 高度的 别的 您还需要点什么 妈 就这楼 那到这儿我就认识了 你回去吧 不用 我下午没课 没课也回去看书就去吧 那个 那你回去找我啊 我走了 您看 这种行吗 行 你不需要别的吧 谁呀 您是 我是保洁公司的 想找黄科长谈的合作的事 他不在 不过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要不您进来坐坐 不不 不了 我在门口等他一会儿吧 那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好 好 嗯 您啊 对 我 还 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姐 你怎么站门口呢 来来来 进屋 进屋 来来来 大姐 来来来 回来了 大姐来了 小梅啊 你怎么能让大姐在门口 等这么长时间呢 我让大姐进来 大姐不进来 对 是否自己不进来 我一看你们家这么干净 就不好意思进来 没事 大姐 要不穿这双拖鞋 换什么拖鞋啊 算了 这是贵客 来来来 大姐 我给你倒水去 我们呢 是一个新的教学楼 就是因为和上一个保险公司 闹得不愉快 到现在都没用上 这不 下个月的十号 这检查组就该来了 到那时候 要是还用不上 我们学校这回考核啊 就得丢分了 这个责任 我这个后勤科长可是担当不起啊 黄科长 这事啊 包在我身上 你放心吧 大姐啊 我把话可说在前边 这活儿 钱可不多 人工用多少 我们不管 包活儿 一共是八万块钱 您看行不行 行 行 累死我了 今天 我天哪 那壶还放地上呢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个好事要告诉你啊 那你就得 你怎么了 天方 我跟你说话呢 吃药了 来 来人呢 医生 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脱离危险了 太好了 他们家属怎么没有来啊 没什么家属了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你们要二十四要是守护 就怕一旦病人醒来呢 他还要自寻短见 那就麻烦了 不会的 这事以后绝不会再出现了 对 病人醒来一定要多喝水 好 谢谢啊 抢救过来了 就是不愿意跟人说话 跟我都不说话 天方 你这是何苦呢 过去那么难 我们都砍过来了吗 就是啊 天方 你这是为什么呀 你说多少难处 咱们都喘过来 你坑过一生没有 那今天这是为什么呀 要不是我回来早 想跟他商量个事 他就完了 说你多糊涂啊 天方 你知道 今天那些医生护士 往抢救时推你的时候 你知道我想什么了吗 我想咱们姐俩说的话 你都忘了 你说 咱一定得干出点名堂来 你还说 咱一定能站起来 大不了从头再来 你说这些话 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是不是 姐妹一场 你这么做对吗 你啊 你哭吧 你当着 子丽的面和我的面 你有什么委屈 有什么心里话 你都说出来 我们帮你分担分担 我们帮你分担分担 你说你 这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我就说 咱痛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好好睡上一觉 是不是 明天该什么样 还什么样 这才是你天方呢 我失败 我失败 我 她被你不知道 我真没想到 我怎么招人发的 小冬说 说我是他们家保姆 什么 你说这个小冬 你说小冬 跟别人说 你是他保姆 这个臭小子 我找他去 子丽 子丽 你别去 当然还病着呢 天方 原来 你还惦记孩子的病啊 可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么做 对小冬 打击更大 他更受不了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 无法挽回的话 那小冬呢 他的抑郁症 一遍也好不了 他想起来 就会跟别人说 他妈妈 是他害死的 天方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 这还是天方吗 一个全国劳动模范 现在该干什么 该吃药上架 随死灭活吗 如果 你还是一个 有责任心的母亲 我希望你重新振作起来 去跟那茉莉 直接干下去 直到把小冬 拉回到正道上来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无所谓 那你就看着孩子 慢慢地堕落下去 不过 我不得不承认 我认识那个天方 那个争强 上进的天方 他已经死了 我今天说话 有点重了 不过也没有办法 不爱听可以不听 可我非手不可 行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再这样了 为了你们 为了小冬 错了 是为你自己 天方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办成一件大事 我无心地摆脱 带来你不解的困惑 带来你不解的困惑 我迷茫的离去 掀开你掩埋的爱 我浪迫 我浪迫的飘泼 我浪迫的飘泼 换来你一夜的白头 我愚昧的发现 却把你的心 放在陌上 我浪迫 是你妈妈 是你母亲 您的爱 却永远不说 是你妈妈 是你妈妈 是你母亲 您的爱 却永远不说 是你妈妈 是你母亲 您的爱 却永远不说 是你母亲 是你母亲 您的爱 永远不说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